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和卡布列周深关注贵州希望工程 与此同时 贵州共青团还发布了一则长达14秒的短视频 该视频是周深为贵州共青团录制的一段公益宣传片 周深都说了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通过这个公益短视频先读为快吧! 周深助力家乡贵州宣传事业之公益事业 在这档VCR中 周深身穿一件黑色的T恤衫 看上去很是随和 周深说 大家好,我是周深 请大家和我一起关注希望工程 为乡村教师赋能 为乡村少年圆梦 为乡村振兴助力 让我们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 周深助力家乡贵州宣传事业之贵州美食 周深的老家是贵州贵阳 自从自己成名之后 周深对于家乡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经常为家乡宣传事业的发展尽职尽责 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 周深就录制一个短视频 为贵州美食 贵州辣椒面打扣 谈起贵州的辣椒面 周深赞不绝口 他说 贵州的辣椒面 会跟湖南的 云南的 四川的 或者重庆的辣椒面 不一样 就是没有那么辣 贵州的辣椒面 更侧重于香 所以你不能够吃辣的话 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贵州的辣椒面 它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的辣 所以我觉得是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的 贵州好窝 周深助理家乡贵州宣传事业之 贵州美景 多彩贵州欢迎你 贵州 除了宣传家乡的美食之外 周深对于贵州的美景 也是大力的支持 在今年1月份播出的人文纪录片 《奇妙之城》第一集中 周深就回到老家贵阳 为家乡的各个景点做宣传 在节目中 周深谈及家乡时 难言激动的 贵阳真是一个宝藏城市 因为大家对贵阳了解太少了 甚至有人只是模糊地 对贵阳有印象 但是我觉得 我身边来自贵阳的人 大家都会留下一个 很好的印象 助理家乡美食美景 此次又助理家乡的 公益事业发展 正能量的周深 真的是成名之后 不忘本呢 看到周深助理家乡贵阳的 希望工程事业发展 亲自录制宣传片 为公益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喜欢周深的粉丝 纷纷留言 为其打call 一起和正能量青年歌手周深 一起来关注贵州 希望工程 一起共同拖起 明天的太阳 让我们共同拖起 明天的太阳 跟着周深 一起关注 贵州希望工程 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带去更好的教育 让他们也能够 茁壮成长 关注希望工程 一起传递希望 和正能量优秀艺人 周深传递爱 希望工程 功在千秋 希望工程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和周深一起 关注贵州 希望工程 为乡村教师赋能 为乡村少年圆梦 为乡村振兴助力 共同拖起 明天的太阳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